嗨大家好,我是泡泡,马上就过年了 本来这个时候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最归心似箭了 但如今呢好像并不是那样 最近我跟几个北京的哥们聊天 他们今年呢都不准备回老家过年 所以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回老家过年了 这道理是为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来分析三个原因 原因一,越来越没年味了 现在的年味真的是越来越淡了 首先是节假日时间短 春节假期没几天 来回路上人多出行体验差 说实话虽然有飞机跟高铁 但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也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特别是春运期间更是如此 今年春节呢更夸张 除夕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居然不放假 外立的回家家里年饭都吃完了 这样回去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很多城市白领的都选择不回去过年了 他们会在平时休年假的时候抽时间 这样体验更好 另外呢很多地方上年味都越来越淡了 甚至烟花爆竹都不让放了 那老家和城市这个过年的氛围就差不多了 没什么区别 回去的必要性就降低了 原因二 老家没有人际圈了 我这代的同龄年轻人 比如我老家的同学朋友等等 大家都在经历同样的城市化进程 当时我们是随着高考一起进入大城市的 然后上学毕业工作安家 城市已经成为了这一代年轻人的故乡 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啊 过年我最期望的就是回家 因为同学也都回家了 可以在老家聚了 但现在大家都在城市安家了 回老家能聚的人反而很少了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人需要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交往互动 过年回家呢是聚足而聚的传统 回家过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维护和享受这种社会关系 但如今这种社会关系已经转移到了城市 在老家所剩的关系越来越少 也就是老家没有人际圈子了 当故乡已经没有了熟悉的人 故乡也就终于成为了他乡 原因三 老家的人没有什么个人的边界感 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愿意回老家 而是呢不喜欢走亲戚 年轻人回去过年的时候呢 学生怕被问到学业和未来的方向 毕业生怕被问到毕业之后的去向 工作的怕被问到薪资和年终奖 单身的怕被迫相亲介绍对象 有对象的怕被催婚 已婚的又怕催生 换城市生活的又怕问到买房的事 我的同事今年他就说他不准备回老家了 我问他为啥呀 他说他每年回去 他老家的那几个亲戚上来就问薪资 我同事说他每年都因为 没有在大城市混得太好 没有挣太多的钱 而被亲戚鄙视 由此可见 回去过年如果变得失去了 合家欢乐的初心 俨然成为了一个年夜饭后的 各家攀比茶话会 那么年轻人讨厌回家也就在所难免了 原因四 金钱方面的原因 这是很现实的 不回家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金钱方面 因为过年回一趟少不了各种开销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可能很多人难以承担 特别这几年经济状况比较差 挣钱比较难 不回家可以省下不少钱 我哥们在长沙工作 月薪7K到8K 除去吃喝拉撒住 他一个月能攒个三五千的 他属于省吃减用的典型 但你以为他一年能攒好几万吗 错 他说他每年过年的 这个亲戚家走一走 那个亲戚家走一走 亲戚家要买礼物 亲戚家的小孩要给红包 408方婚丧嫁娶 要凑份子凑钱 在老家跟朋友出去吃喝玩乐 还有一系列应酬上的开销 这么算下来 一年等于白干 所以他说他不想回去了 综上所述呢 就是现在年轻人 越来越不愿意回老家过年的原因 你们同意吗 你们在大城市吗 你们今天过年回老家吗 一起来讨论 我是泡泡 拜拜 拜拜